宗教自由大联盟主席,揭露中共邪恶的丑陋,几天前的7月15日中共三、40名政府特工,闯入了广东圣经归正教会的Bible Reform Church,拘捕了该教会的数位成员,并进行审问,这是该教会本月所面临的第三次来自当局的骚扰,这表明在中国大陆信仰人群遭到政府的迫害。 而其中受到迫害最严重的,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自从1999年7月,在中共非法禁止修炼法轮功之后,就一直非常严重,当时法轮功学员仅仅是拥有一本书籍,就会遭到拘捕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近几年来。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仍然遭受这个倒行一失的共产党直接蹂躏。 在中国大陆仍然有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而言遭到逮捕。 殴打甚至死亡的命运,是尝试在中共迫害之前,据估计中国大陆有7000万法轮功学员,其中很多人已经遭到晋升。 而那些拒绝因为中共的胁迫而晋升的人,遭到暴力或更严重的伤害中共,于2013年也转化和教育最后一战,为名推出对法轮功学员的再教育。 行动对于中国大陆拒绝晋升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为惨烈。 中共于2015年又将此行动的法律名称,改为给欲中试图使用非正统宗教破坏法律执行的人的一条活路的行动。 而此行动的结果是孤立法轮功学员中共允许其控制下的所谓的自由企业,为其邪恶运作提供资金的做法,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中融资的方式。 而其对待受其迫害的信仰的手段,也与德国纳粹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非常类似。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揭露中共邪恶的丑陋,是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领袖的责任。 而对中共这种行为的默然是之,导致了对法轮功学员和中国大陆其他信仰人士的持续迫害。 当我们想起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时,就会想起德国反纳粹的著名律师尼莫拉·马特·尼莫拉的一段名言。 他当时说,当他们来逮捕社会民主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当他们来逮捕工会成员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而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谢谢大家。